我们继续关于西门子官网下载的标准的 这个MCD的库里面 我们来找这个Delta就平行机械臂 那么这个Delta的这个平行机械臂呢 它跟这个我们刚刚做的这个行驾式的机械臂是一样的 只是它看起来内容并没有那么多 那我们已经做好了在MCD里面的信号映射 因为它都是标准的 所以说它的这个信号的命名方式 包括这个P2C的incidence都是一样的 并且呢我同样是在博图的16版里做的这个试验 当我把这个信号映射做完之后呢 从博图里面把这个 P2C的程序 给它下载到这个虚拟的P2C 然后让它再现 好那已经再现了 也没有报错 那我现在也在MCD里进入启动的状态 那么我不知道是我那个没有找到还是怎样 反正它现在这里面的这个动作呢 这个Delta的这个平行机械臂呢 它只有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是从刚才这个位置 初始位置 到这个行动的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控制 好我们用浮一下位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同样 它也可以用这个机构的跟踪器 打开机构的跟踪器之后 它就会是 现在是初始位置 我打开这个跟踪器之后呢 它就会与我这个 MCD里的这个运动 以及P2C的这个位置 保持一致 因为包括这个录制开始 这个整个的动作的一致性 包括这个运动的曲线 因为它的运动曲线比较简单 我就不去这个 不去这个赘述了 因为这个在这里面呢 它都是一样的 一个动作 就是在这个博图里面 它也有这样的一套机构 而且这套机构呢 它也根据程序 根据这个P2C的控制 跟伺服的这个位置 它会保持一致 当然真正的背控对象呢 是用MCD来模拟的 所以这个大家搞自控 搞这个机械设备的话 这个是不需要我再说的 那我的刚才的这个试验呢 就是把这个标准库里面 标准库里面呢 把这个Delta的这个机械臂 再找出来 找出来呢 再做一些编译 那么它的这个标准库呢 也同样是15.0的 然后我把它直接就升级到了 V16 就博图的16 然后再把这个P2C程序 编译一下呢 就download到这个虚拟的P2C 那么在这个MCD里面呢 也同样只是需要做一个 这个信号的映射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是 很简单的一个使用 所以号称是三分钟之内 就可以把系统 标准库里面提供的 这几种机械臂 连三维模型 连控制模型 和这个 就P2C程序啊 伺服啊 驱动啊 这些一股脑的 就可以激活 就可以重用 并且可以把这个系统呢 通过装配 插入到 我们在做的设备当中 所以这是标准库的威力 这就是我们 MCD的标准库 我们之前有介绍的 这个 在做这个 Roller Picker 就是这个行架式的 这个机械臂的时候 那现在这个是Delta Picker 就是这个 平行机械臂 所以 那有关 平行机械臂的 学习呢 就做到这里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